来看一下范例2 它说基于安全考量 有一个容量10公升的氧气瓶 我们看一下 这个氧气瓶 它的体积是10公升 然后装了一个 当大气压力大于12ATM的时候 就会将气体排出的泄气阀 这里有一个泄气阀 当它里面就是最多只能装到什么 12个ATM 那么如果你再灌进去气体 再灌进去 大于12个ATM 它就会往外排掉 排到剩下12个ATM 然后磁氧气瓶装有300K 现在装有什么 300K 然后10个ATM 我把这个12ATM把它拿掉 现在里面的压力只有10个ATM 所以现在是排气法是没有排掉的 因为压力不够大 在运送的时候 因为这个氧气瓶在炎炎夏日下 车厢温度升高 然后排气法工作是正常 它就排掉部分气体 那送到目的地的时候 发现这个压力是12个ATM 温度是400K 然后取气体常数是0.082 好 问排出的气体 大约是多少more 好 来 我们看一下后来的条件是什么 后来条件是不是400K 那结果它是什么 12个ATM 对不对 好 那气体的体积当然还是谁 10公升嘛 可是它后来到了12个ATM 是表示被加温加得太厉害了 以至于已经有一些怎样 跑掉了 那跑掉之后呢 就降到里面剩下什么 12个ATM 我们先来看一下 老师教你看一下 假如是你的温度从300升到400 假如是气体没有排掉 那照理来讲 你的温 其他条件固定的情况之下 你的温度变三分之四倍 你的压力应该要变三分之四倍 所以你后来的压力 应该是10个ATM乘三分之四 这个应该大到13.3个ATM 对不对 如果没有跑掉 可是你不可能储存13.3个ATM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表示有气体 跑掉之后再降回12个ATM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有多少默尔的气体跑掉 他要问什么 默尔数对不对 好 那我们想一下怎么算默尔数 当然没招 没有什么招 就是PV等于NRT 对吧 那你现在要算N 算N 所以N怎么算 N就是RT分之什么 PV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原来的默尔数是多少 很简单 原来默尔数就是这个0.082乘以原来的温度是300 那原来的压力是10个ATM 好你注意一下这个理想器常数的单位 0.082的时候这里要用ATM跟公升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P现在是用ATM 那体积现在是用10公升 那N2后来的默尔数呢 是0.082乘以它的温度400K 然后P的话压力是12个ATM 体积一样是10公升 好 那么答案呢 就是N1一定大于N2嘛 所以你就这两个算出来之后 把它相减 把它相减就得到答案 好 那这个答案呢 大家算下 看答案是什么